近日,有网友宣称,自己在Instagram上浏览信息时,突然发现了吴京的广告。广告的内容是在给新西兰旅游、投资和移民做宣传。这则消息可让不少网友吃惊不已。他们认为,吴京作为一名根正苗红的中国演员,一直以来都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,是战狼的化身。他怎么可以去为另一个国家做移民广告呢? 很快,这件事情就从论坛发酵到了微博,引起了更加广泛的热议。有理智的网友发表评论,称应该要把视频发出来给我们长长眼。而不是就一个截图,如果真的如图所说,再批判也行。通过网络搜索,很快就能查到吴京拍摄的这个广告短片。短片中,吴京打头阵,介绍了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新西兰。 他说,新西兰的山,新西兰的水,可以让我们在紧张地拍摄电影之后,是一个很向往的地方。视频结尾,吴京再次出现,用英文向观众表示,新西兰,我会回来的。 事实上,除了吴京在短片一头一尾出现,还有很多人出现在了这个视频中。比如李一峰主演电影《动物世界》的导演韩颜。 还有各行各业的公司高管、老板,以及素人、小朋友。 整个视频的内容都没有明显的指向移民、投资等内容。 只是在介绍新西兰有多么的好,新西兰有多么的美。 那么,这个视频到底是不是如网友所说的。 是一个宣传新西兰移民和投资的广告呢? 搜索这则视频的发布者,发现这是一个认证为政府机构的社交账号。 粉丝只有1700多。 他发布的第一则内容显示,这是一个介绍新西兰旅游内容的账号。 和移民,投资似乎扯不上关系。 吴京粉丝也出来辟谣,称这是吴京在2017年为新西兰拍摄的旅游宣传广告。 说是移民广告的,完全就是造谣。 类似的广告黄磊也拍过。 这样看来,说吴京在给新西兰移民做广告,应该完全是无机之谈了。 说起来,吴京和新西兰的渊源还是蛮深的。 《战狼2》的后期制作,就是吴京远赴新西兰,请当地的团队制作的。 2017年《战狼2》大获成功,吴京分享他制作这部电影的经验。 说自己去新西兰做后期,从那里的特效师身上学到了很多。 他看到那些专业人士们对技术的钻研,对专业的热爱。 意识到如果自己失去本心,一切为了功利,那一定肯定骗不过观众的眼睛。 今年年初爆火的《流浪地球》在新西兰上映后,也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,成为近年来新西兰票房最好的华语电影之一。 所以说,吴京给新西兰做宣传,也是情有可原。 不过,也有网友认为,虽然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广告,但是还是有诱导因素在里面的。 如果非要这样看,只能说这届网友太严格。 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听风就是雨,被人带偏了节奏。 正常的旅游,文化交流我们要支持。 如果不喜欢,也不要随便造谣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